這到底是哪一隻狗吧 不是這樣 旅師傅搞錯 第三集 今天大家來測試 我們這一個系列的目的 就是為了幫助大家 能夠辨別市面上的產品 然後這台車是我們 特地精心挑選來使用的車 本意就是要把這車 用最少的資金整理的票量 給大家一個優惠實在的價錢 好 拿上來看 門板塑料有許多划痕怎麼辦 相信大多數車主都會有此煩惱 今天修復的這台是陸府發現運動 車內隨處可見的划痕 讓人看著特別印象美觀 不過這也不用煩惱 像這種我們都可以做一個修復 讓門板煥然一新 應該是那種有隻狗啦 貓啊抓的那種 可以用嗎 竟然還蠻漂亮的耶 不用弄耶 我當車來用會不會太可惜了一點 怎麼靠我來滑啊 拿起我們重要的精神伴手 看好了 快深一點 到底是哪一隻狗吧 他們這樣 快深一點 你們在回憶當時的畫面 當你遇到你家的狗有一個情況的時候 確定是抹不掉的嗎 對 垂 fondo 現在破壞這裡 我正在平常rats 我alls得上角色 自己在的街頭 紅芙 是嗎 欸 我… comunque 有點感覺唷 跑很多感覺 主要是有出力,他有那個凹痕在底下 所以你人不夠力量不夠 蠻夠的,因為他已經有貓進去了 為什麼電視上都寫說啊完全變 好像沒有 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那就現在 一樣有啊 那有變蛋嗎 根本就一樣 對啊根本就一樣 我就照顧這麼多年這麼好的內裝 給你用成這樣 然後現在用不起來 客服電話多少 我打電話去瞭解一下 啊你買這200塊的,你思想多有用 200塊不能有用 誰說一萬塊不能買車 可以啊 還有另外一個說 誰說一月三萬塊不能買這300 對嘛 對啊 住家裡不寫 可以啊 適合都我 我家裡處理的不行 可以啊 我就繳車帶就好了 對不對 也養得起啊 10億住行都我家裡處理的啊 那我一個月三萬塊我買來適合的時候不行 可以吧 沒問題吧 兩份的薪水 一個月車帶8000 壓力太大了 我好像知道是誰 那一集我們這樣聽 他可能私下還是有 其他的開銷 應該比想像中的嚴重啦 花費可能比較重 平常有一些娛樂 之類的 不然就可能家裡有 不一樣的負擔 有常 電影上面都講 有個弟弟要讀書嘛 爸爸愛讀 電影都這樣講 爸爸愛讀 他媽媽生病 我懂啊 整 整去九天上班 這個概念 我是你個鬼 你這個招老頭姐壞得很 這個概念是 他一個男的 那也有男性傳播公司的話 也是娛樂業 可以 對吧 OK吧 可以 對啊 這個 職業不分貴賤嘛 沒錯 對啊 都是服務人群 擺東西前 想清楚 我要幫你們採坑的 那還想看我們嘗試什麼樣的產品 歡迎以下留言 屢師傅搞車 我們就 下次見 想看更多 關注抖音跟YouTube 屢老闆二手車 帶你看遍二手車市場 我看不完 你コ unw 我們嘗試什麼樣的